诈骗集团的手法全出不穷 不过这回栽在机警的女行员手上 一名银行行员临维不乱使用拖延战术 一边hold住歹徒电话 一边跟警方执笔沟通 确定交易地点之后 警方在20分钟之内完成部署 也顺利逮到车手 是不是点烟惹的祸呢 宜兰娇西今天清晨发生离奇的气暴意外 有一辆标线工程公司的车子突然气暴 威力大到整辆车几乎全毁 还波及邻近的车辆跟建筑物剥离全碎 警方调查发现驾驶在车内点烟引爆 除了怀疑车内粉尘浓度过高引燃 还发现车里放了五个打火机 不排除是泄漏那样的火